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,迪丽热巴,登上热搜。 1月22日,迪丽热巴登上热搜,原来是因为对于网传萧启清仰女主是迪丽热巴。 男主是张哲远,有网友表示不满,要求拒绝合作。 网友认为张哲远长得太嫩,过于娃娃脸了,而原著里面的男主30岁左右。 且身高,185,棱角分明,肌肉线条明显,很有男人味,与陈哲远的影视形象差距过大。 对此,网友还特意为热巴选了一些男演员,有,侯文元,韩东军,金世佳,斗肖,曹又宁等,并附上男演员的基本资料和照片。 网友评论道,陈哲远已经28了,而且现在健身的不也可以吗? 而且,他演的段佳许原著身高,还185呢?不是也挺成功的吗?不要以貌取人好吗? 不是热巴什么时候接了这部戏,他本人知道吗?非官宣不约。 跟谁合作都无所谓热巴,跟新演员合作我就多认识一个男演员,但是没有官宣的事情,先别扣到热巴身上。 陈哲远,很好呀!演的白色橄榄树军人就很不错,可塑性很强。 只能说网友是操不完的心啊,起初大家以为是热巴的粉丝表示不满意。 但是看到有网友说,不满意男主是陈哲远的是原著粉说的,这与热巴的粉丝无关。 对此,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?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,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!